1997年,一名叫尼古拉耶夫的俄罗斯人因为与同伴有所争执,便打死了他。 为了方便抛尸,尼古拉耶夫便决定将同伴分尸。 在分完尸后,尼古拉耶夫突然感觉腹内空空,看着地上的被分割的尸体,尼古拉耶夫很想尝一尝这是什么味道。 他是这么想的,也的确这么干了。 在首次尝试吃人肉之后,尼古拉耶夫一发不可收拾,并且为此杀害了第二个人。 这一次尼古拉耶夫不仅自己吃,还把多余的肉当作羚羊肉分给了朋友。 朋友不宜有他,拿回家去让妻子做成了饺子招待客人。 但客人的味觉就不是一般的灵敏,他马上发现这些肉的口味不对劲,于是叫来了警察。 经过一番鉴定调查之后,羚羊肉的真实面目被揭开,尼古拉耶夫也被警方缉纳归案。 如此残暴的吃人狂魔已经引起了俄罗斯人的公愤,避与杀之而后快。 但是当时的俄罗斯法律暂时停止了死刑的使用。 这让俄罗斯民众极为不满,不过民众的不满在不久以后就烟消云散了, 因为法院宣布将尼古拉耶夫送到黑海豚监狱。 显然,在民众看来,进入黑海豚监狱是一项比死刑更为残酷的惩罚。 那么,黑海豚监狱到底是个怎样的存在呢? 黑海豚监狱在俄罗斯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它位于俄罗斯的奥伦堡州, 之所以被称为黑海豚监狱, 是因为在监狱的门前树立着一个黑色的海豚雕像。 据说,这种黑海豚来自于智力, 它死后皮肤会变成黑色,然后再慢慢腐烂。 在监狱门口树立黑海豚, 就是为了提醒人们, 这里的犯人也将如同这种海豚一样在这里被关到死去。 这种寓意并非空谈, 能够收押到这里的犯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 在700人左右的罪犯中, 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关系到大约3500条人命, 平均下来, 每人的身上都有着5条人命。 里面甚至还关着一个80多岁的恐怖分子, 他在1999年炸毁了一栋房屋, 直接导致64人死亡。 由于俄罗斯冻结了死刑, 这些罪犯都被关押到这里, 终身监禁。 可以说,这里的罪犯的疯狂程度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而对待他们的办法也非常严苛。 为了方便管理, 让管理者时刻记住这些人的罪行, 他们的牢房入口处都刮着标牌, 列出了他们所有的罪行。 对于这些罪大恶极的人, 俄罗斯的管理非常严格, 在美剧里动不动就越狱的事情, 在这里根本就不会发生。 在黑海豚监狱, 所有的罪犯都有严格的生活时间表, 早上6点起床, 整理床铺,洗漱。 犯人必须要保证所有公共设施的干净。 另外,这里只许穿没有鞋带的鞋子, 以防有罪犯利用鞋带当作武器勒死自己或他人。 6点半吃早饭, 吃饭的时候可以听收音机, 有时候管理者也会请传教士来这里演讲, 因为这些罪大恶极的囚犯里面, 竟然还有人保持着信仰。 7点15分, 监狱接通插座, 犯人可以使用剃刀或者烧水。 有人没赶上也没有办法, 8点插座断电, 开始检查。 在检查牢房时, 犯人们必须靠上手铐, 转过身, 把手放在小窗上, 然后犯人会被带到走廊。 迎接他们的不仅有狱警, 还有凶狠的警犬。 当罪犯离开牢房时, 他们必须90度弯腰行走, 如果去室外, 则必须蒙上双眼。 到了9点, 监狱医生开始检查罪犯的健康状况, 防止有些罪犯因为受不了而自尽, 以防止同居的罪犯互相伤害。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这些事情都发生过。 有一次, 一个吃人狂魔将其室友勒死, 然后在牢房里吃了他的肉, 喝了他的血。 10点时, 一些表现良好的罪犯会被允许出去散步。 说是散步, 但其实就是在一个几米长的笼子里活动。 在罪犯们散步时, 狱警可以趁机仔细搜查他们的牢房, 将一些围巾物品拿走。 持续时间1点5小时后, 罪犯们回到自己的牢房, 等待吃午饭。 午饭13点开始, 持续50分钟。 食物是汤和面包。 黑海豚没有餐厅, 厨房工作人员用长柄铁锹穿过门上的小窗口, 将食物送进牢房。 午饭过后, 罪犯们开始清理自己的住所。 随后的安排是, 17点之前听广播, 18点晚饭, 然后进行晚间检查。 20点30分, 监视里的插座再次通电。 22点是黑海豚罪犯们的救勤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很多罪犯白天基本都待在牢房里, 但在规定的睡觉时间到来之前, 是禁止罪犯躺在床上的。 预警会通过24小时的监控和不断巡逻来保证这一规定的实施。 黑海豚的戒备是非常森严的。 首先是每间牢房都有三重铁门, 犯人住在牢房中的牢房里。 其次, 这里一天24小时都有大量的士兵持枪进行守卫和巡逻。 罪犯关押在这里可以说是插尺难逃。 这里也成为了全球最恐怖监狱的大名词之一。 严格的管理得到了最好的效果。 黑海豚监狱从开始关押长期监禁或终身监禁的罪犯以来, 从未有任何越狱的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 理论上这些囚犯是可以在服刑25年后选择请求假释, 但假释的条件是, 要求在服刑22年后的3年里, 没有任何人给出过负面评价。 截至目前, 黑海豚并没有任何一名罪犯成功申请假释。 法院对于这些申请往往也是默认拒绝。 黑海豚完善的现代化监视系统, 全方位的塔楼巡视, 兼顾的外围路障, 严格的规定等, 让这些罪犯一旦进入这里, 想要离开, 只能通过等到死亡的那一刻。 杀人犯会成为普通人的噩梦, 而黑海豚监狱则成为杀人犯的噩梦。 然而在俄罗斯, 这样的监狱并非只有黑海豚一个。 弗拉奇米尔中央监狱, 俄罗斯最古老最可怕的监狱。 他始建于1783年, 由俄罗斯历史上最著名的女帝 叶卡杰琳娜二世修剪, 被用于关押政治罪犯。 后来苏联时期继续用来关押政治犯。 其中最著名的囚犯有 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朱加什维利, 以色列强硬分子纳坦·夏兰斯基, 以及963年被击落的 约二侦察机上的美国飞行员 弗兰西斯·加里鲍尔斯。 那些政治犯来到这里之后, 必须穿上苏联政府 从波兰的纳粹死亡营中搜来的制服。 由于监狱关押的都是十分重要的政治犯, 所以监狱的安防工作 比起黑海豚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里除了有凶狠的警犬之外, 狱警人手一把冲锋枪, 但凡罪犯有任何出格的行为, 狱警可以先斩后奏。 所以这里的狱警 是俄罗斯所有监狱里权力最大的。 除了严格的管理外, 这里平常的活动也比黑海豚更加残酷。 不同于黑海豚, 在这里打架斗殴十分平常, 甚至斗殴致死也无关紧要。 有时监狱管理者也会直接下令, 让一些犯人互殴取乐。 除了以上两个残酷的监狱外, 俄罗斯还有着一个堪称传奇的监狱, 西伯利亚监狱。 严格来说, 这并不是一个监狱。 在很多人看来, 监狱一定有着高大的围墙和铁丝网, 但在西伯利亚监狱, 这些东西基本不存在。 这里没有围墙, 却没有一个罪犯敢越狱。 因为在监狱外面是一望无际的荒野, 没有任何食物。 越狱者除了要面对饥饿外, 还要面对严寒。 除此外, 被关押在这里的罪犯和黑海豚监狱, 中央监狱的罪犯不同, 他们有的并非终身监警, 只要在这里好好表现, 总有一天可以离开监狱。 除此外, 这里的罪犯生活也与前两个监狱不同。 西伯利亚监狱在管理罪犯上基本沿袭救治, 他们将罪犯当作流放者, 对于罪犯的惩罚主要以劳动改造为主。 或许是因为罪犯们需要劳动, 在待遇上管理者也会给予适当的好处。 他们的家人可以申请探监, 定期前来和他们聊聊天等。 除此外, 没有事情的时候, 罪犯们还可以看看电视。 而罪犯们的居住环境看起来更像是宿舍, 里面的空间非常宽敞, 除了基本的娱乐活动, 也会有一生定期给他们进行体检, 保证他们的健康。 不仅是身体上的, 他们也会被组织起来定期接受心理治疗。 因为监狱位于寒冷而偏远的西伯利亚, 常年寒冷, 很容易导致抑郁症。 至于西伯利亚监狱的安防工作, 虽然有着险恶的自然环境, 但狱犟们还是会在监狱通向外界的唯一道路上 设置关卡, 严密防守。 在俄罗斯, 很多人相信, 终身监禁一个罪犯远比直接死刑更好, 所以他们建立了很多严格的监狱。 然而, 最近几年随着一些回归社会罪犯的二次犯罪, 让很多俄罗斯人开始重新提起死刑。 那么, 死刑和没有重建天日的机会的残酷囚禁相比, 哪一个更能惩治穷凶极恶的罪犯呢?